提心張獸帶著眼鏡男子被警方上銬準備移送 後面還跟著好幾名男子 甚至步伐未成年少女 全都是為了他的感情事 20多歲王興男子從事出宮 和一名還在念國中的少女交往 少女把兩人的戀情 跟同學情侶黨林姓少女跟張姓少年分享 沒想到9月7號凌晨 王興嫻犯帶著女友出門約會 被家長發現女兒不在家 林姓同學為了安慰家長 結果不小心抖出他們的戀情 讓家長更擔心了 請她的男友張姓少年報案 沒想到一連串事件 讓王興嫻犯認為 這一對小情侶黨是六北亞 對兩人懂私刑 隔天開始成了小情侶黨的噩夢 9月8號凌晨4點多 王興嫻犯找來情侶黨的 共同好友設局又騙兩人出門 開車再到台南黃金海岸附近 原本以為是要夜遊 沒想到遭到王興嫻犯 持黑色棍幫毆打 但這還沒完 在12號晚上10點多 王興嫻犯又設局 把人約到國小操場 料人來毆打張姓少年 讓臨時少女受不了 在臉書跟IG上抱怨 沒想到14號凌晨 王興嫻犯直接把人強拉上車 帶到國小操場毆打 國中女生交往 懷疑該對小情侶告訴其家人 份額三次約小情侶出來毆打 三度六人暴打小情侶身上的傷 讓兩人家長發現不對勁 到派出所求助才讓事件曝光 而凶狠的王興嫻犯 和涉案的九名共犯陸續落網 依照傷害妨害秩序 跟妨害自由以及組織犯罪等條例 來移送准辦 TVN新聞顧守昌坦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